经脑血管疾病是严重威胁中老年人全健康的主要疾病,其中的脑梗死和脑出血,不仅发病很突然,而且致死致残率是非常高的。 近些年来,脑梗死和脑出血的患者日益增多,且发病趋向年轻化。 这是为什么呢?脑梗死和脑出血高发的原因有哪些? 事实上,都跟不良的饮食习惯有关,现在的生活条件比过去好了,有些人进尸也就没有结质了。 鸡烟、嗜酒、大鱼大肉、高脂肪高热量、高盐的食物摄入过多,超过了人体的代谢能力, 导致垃圾在体内蓄积,从而又发了高血压、高血脂、糖尿病等疾病,并引起动脉硬化和血管内三块形成。 当血管狭窄到一定程度或血管内三块脱落,随着血流堵塞院端血管时, 就引发了急性急性缺血性脑出众,即脑梗死,而高血压病人在情绪激动或活动中突发血压升高,血管破裂导致毒内出血,即脑出血,脑梗死,脑出血质残率高, 还容易留下后一征,对社会和家庭的危害大,本病中在预防,预防就要从日常生活的饮食习惯做起, 建烟、建酒、低盐、低脂、低糖、限量、合理搭配饮食,其次,还要多吃蔬菜、水果、中老年人去定期体检,从而远离心脑血管疾病,年轻人要预防脑梗死和脑出血, 在日常生活中,要多注意才能有效地避免患上脑梗死、脑出血,因此,高盐和高脂肪饮食的这一类人,在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, 应该控制高盐高脂的饮食方式,这样才能有效地避免脑梗塞的发生,应该养成低盐低脂的饮食习惯, 但是,不要调食,一定要养成饮食糾合的习惯,要保证我们的身体渗入足够的蛋白质, 维生素等有益于身体的元素,可以适当地吃鱼,此外,也要养成规律的睡眠习惯, 良好的睡眠规律,可以使得身体各线机能正常的工作,不会造成体内新产代谢的混乱, 因此,为了身体的健康着想,不要经常熬夜,避免习惯性的睡眠缺失, 身体是需要休息的,健康的身体可以预防地患上患脑梗塞,脑出血病, 专肠,脑虚化病,脱水和疾病,中枢神经系统感染, 痛痛,怕肩膳病和痴呆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